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热点新闻 南加燃气公司SoCal Gas本周二的时候宣布 由于燃气批发市场价格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三月份的平均住宅燃气账单将比一月份下降约67% 据估计,平均住宅燃气账单将从一月份的300美元 降至三月份的100美元 燃气价格是由全美和地区批发市场决定的 SoCal Gas和其他公用事业公司从这些市场购买燃气 与一月份的高点相比 三月份的采购价格下降了83% 这推动了三月份客户账单的预期下降 以后在洛杉矶拨打911报警 不一定会有警察到场了 根据洛杉矶警方公布 有28种情况不会再有携带武器的警察到场 而是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服务人员到场 这28种情况包括 非犯罪或非暴力无家可归者影响到个人生活的电话 非暴力滋事青少年或者是超出家长控制的青少年呼叫 例如孩子不去上学报警 违反公共卫生秩序 城市公园的非暴力服务呼叫 非致命车辆意外 非伤害性的交通碰撞严予纠纷 交通碰撞时拒绝交换ID等等 违规停车 车到拖车 在狗没有恶意和危险的情况下投诉狗 投诉噪音或者是对party的投诉 房东和房客纠纷 无危险迹象的徘徊或者是非法侵入 乞讨 非法销售 非法赌博 烟花爆竹的投诉 在公共场所大小便 在公共场所饮酒等等 这些情况以后将由非武装的警察或者是服务人员做出反应 而不是说像以前一样有警察上门 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主席表示 建立非武装反应协会将有助于解决警察局长期人手不足的问题 并让警察能够专注于应对紧急情况 这也是回应撤销警察的要求 在2020年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 多个州开始了取消警察的行动 第一步就是削减警察经费 洛杉矶当年决定削减1.5亿美元警察经费 削减警察经费之后还减少了警察人数 少了警察巡逻 洛杉矶街头枪支暴力频发 而如今是撤销警察的第二步 那就是削减警察服务 2月28号加州州长加伦纽森正式宣布 结束新冠紧急状态 恢复到正常的行政环境 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 纽森在2020年3月4号宣布 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当时加州只确认了53例新冠病例 但是随后病例呈爆发式的增长 截至目前加州有超过1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加州州长的行政权力扩大数倍 州长可以不经议会批准花费数十亿美金购买口罩 也可以制定修改甚至是废除州的法律法规 比如实施封城强制口罩令和强制疫苗令等等 此外还允许州长征用私人财产 包括医院、医学实验室、旅馆和汽车旅馆 与此同时纽森还将大笔的财政支出 用于为非法移民购买医疗保险 分三步走实现了非法移民 全年龄段实现全民医保 结束新冠紧急状态对于民众来说最大的影响是 新冠治疗不能免费了 这对于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来说影响不大 因为纽森此前已经宣布涵盖了所有非法移民的医疗保险 对于没有保险的合法移民影响比较大 不管是去买药还是治疗以后都要自飞了 随着疫情的结束回中国的限制也是越来越少了 回中国48小时的核酸也很快就要取消了 中国驻南非、马来西亚、新西兰、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大使馆 更新了复华防疫公告 从3月1号起 复华直飞航班人员不必再查核酸的报告 自己用抗原试剂盒自测即可 航空公司不在登机前查验核酸阴性检测证明以及抗原结果 大家只需要在海关旅客指尖服务的小程序上 自己诚实申报即可 除此以外和疫情前就没有其他区别了 另外乘客成绩过程当中需要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的防护 美国的华人朋友都在期待 中国驻美大使馆是否也将会在不久之后公布类似的公告 好以上就是今天华人工商热点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